嗨,我是Leslie 上幾集我們帶著男友,帶著女友 帶著最愛,帶著前度,一起聽Beyond 可不可意? 好,今集我們回到最親近的家人 一起聽Beyond 今集我們一起帶著爸爸聽Beyond 你和你爸爸的關係是怎樣的? 你爸爸親不親你? 你愛不愛你爸爸的? 還是你已經忘記了他? 和你分享兩件真人真事 我認識有位朋友 他的爸爸是一個難倒鬼 也是一個家暴的抗粵分子 他們很窮的,小時候住在木屋區 即是打風都會吹奏屋頂那些 不要計算下雨會流水 每次回到家裡 他爸爸只會伸大手板 問他老婆拿錢 拿錢來做什麼? 去賭錢去賣酒喝 如果他老婆沒有錢給他 就會拳打腳踢 小朋友見到他 真的好像見鬼一樣 只會失宿在一角 看著他爸爸 怎樣動手打他的媽媽 又或者有時候 趁半夜他會回來家裡偷錢 偷完就走 所以每一次他們吃完一頓之後 其實米缸根本已經沒有米了 不知道下一頓還沒得吃 後來很幸運 附近開了一間教會 可以免費派一下米 派一下奶粉給他們 去渡過難關 如果不就真的不堪設想 我要聽說 另外一件真人真事 我有位朋友 他爸爸學力很低 每日工作12小時 真是早出萬貴 全部都是一些很勞動性的工種 很體力勞動 浩天沙鞋落雨淋 就算好不幸運 頭暈身慶發燒也好 拍幾顆成藥 就頂眼上去上班了 因為當年 家裡整頭兒子 真的手停口停了 這位爸爸沒有不良嗜好 回到家裡吃個晚飯之後 都很晚了 就在大門口 看著外面的景色 一邊吸煙 一邊喝一杯啤酒 對他來說 已經是一個最好的享受 最好的娛樂 所以他們家裡 那個小朋友 特別尊敬他 特別尊敬這位爸爸 永遠留下最好的飯 例如大雞腿 給他享用 他們雖然活得很窮到窮 但你成長的過程 都是充滿著歡樂聲 好 問問問你 如果你的爸爸是後者的話 是一個這麼熱愛家庭的話 真的要恭喜你 因為你的爸爸 就是你的小天使 永遠無條件地守候著你 守護著你 永遠都是這樣保護著你 如果你的爸爸是前者 是一個難道鬼 是一個家暴的人 只是懂得打女人的人 我都會衷心去 恭喜你 去祝福你 因為你就好像 在路邊的石膊 納穴之中成長的植物一樣 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之中成長 你的根部抓得更加實 你的身體 你的鬥志 你的人生價值觀 更加堅實 而且現在的你 更加會清楚明白知道 你一定不會重蹈覆轍 去面對你的下一代 而且也可以將你 過往七身的經歷 這些黑暗的經歷 分享給身邊 仍然處身於相同黑暗當中的同路人 你可以藉著你的過去 去祝福身邊其他需要關心的人 多謝你收聽 記得聽完之後 按下訂閱按鈕 無論你的爸爸 是何許人都好 我們終須都要相信自己 我們終須都要依靠自己 從來也相信有傳奇 往往是好將一出奇 不要為這世界太過相悲 不要為這世界太過相悲 隨時間經過我身邊 赤字的心不改變 怎樣開始 怎樣終止 誰敢於一生都壓抑 誰可不捨不棄 人總須相信自己 人總須依靠自己 請問我 我活著變精彩 無論你 始終都看回我 仍然無懼 我有我的根據 事錯對也不莫過 隨時間經過我身邊 赤字的心不改變 怎樣開始 怎樣終止 誰敢於一生都壓抑 誰可不捨不棄 人總須相信自己 人總須依靠自己 人總須依靠自己 真話過 我活著變精彩 無論你 始終都看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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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無懼 我有我的根據 始終都看回我 是錯對也不莫過 我活著變成功 我活著變成功 無論你 無論你 始終都看回我 無論你 無論你 始終都看回我 仍然無懼 Zither Harp Zither Harp